就是他跟我讲我就这样跟你讲啊 啊所以你有没有要处理 就是现在这样处理啊 你要怎么处理 不是要法院处理吗 早上门协调纠纷 双方抄个没完 就是为了车轮柄加盟争议 甚至要拆招牌 装掉到我没有说到中止 是你叫我把招牌拆掉就结束了 这家车轮柄总店花九年研发 五种馅料和独门配方 认识林先生后让他加盟学习制作 不用加盟金原物料 不抽成 但双方签订车轮柄的 技术移转合约六十万元 可以分期每个月最低缴两万 但总店指控林先生的分店 挂上他们招牌却损害商誉 五次应该有三次都发现 他们的食材是不及格的 一个是红豆酸掉 然后第二个是饼皮粉 面糊酸掉 他说这不能用了 那我另外一半就帮我拿去倒掉了 红豆的部分他没有坏 经营理念有落差 双方闹不合 终止合约 总店要求林先生撤下招牌 更指控他已经学了技术 也知道如何叫货 却没缴清六十万学费 就觉得说这是自己的心血 对吧 被他这样子糟蹋了 其实有点不OK 红豆饼 无种口味 到处都看得到 六十万觉得合理吗 只有技术费 实际来到车轮饼分店 招牌已经换掉 改了名 不过品项跟总店一样 林先生含冤 售出合约 指出他的律师强调 合约终止了 不用付清学费 如果已经交汇了 即便分期付款到一半 发生了法律争议 而导致双方合约终止 原本约定的六十万 还是必须要给付的 双方谈不拢 总店已经寄出 存证信函 不排除提告 林先生拒绝 缴清学费 喊话 一切由法院判决 东森新闻 许舒敏 蔡永恩 桃园报道